二零二三童花季系列的活動 第二場 三校童樂會 在新竹縣恆山翔登場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參與者 他們直接走到山林裡面 不只是有這個折花儀式 郊遊 而且他們還吟唱了童花山航詩 跟親友一起感受童花之美 由客委會主辦的二零二三童花季系列 活動已經正式開跑 而這回登場的則是在新竹 恆山舉辦的三校童樂會 活動現場曾經是一間 日據時代就見效的國小 不過因為人口外移 在一九八三年就休校 直到二零一四年 才有團隊進駐 活化空間 我們從去年開始提出 童俱道這樣的一個精神 是希望說讓人們對於 那個所謂賞童的事情 有更多的意義的富裕 那透過童俱道這個道 他不要再談說 怎麼樣讓人跟童花 人跟地方 人跟客家文化 可以產生更多的活動跟連結 這回活動以童俱道的精神 展開 先是前往齊隆古道的百年博宮 進行齊花儀式 再來登場的則是山校郊遊 透過藝術和五感體驗 感受戶外生活 最後則是回到山校福利社逛逛市集 用不一樣的方式感受童花之美 先去跟我們的博宮致意去完成我們的花旗 那慢慢的我們透過巡花棍中去找到童花的位置 那大家從巡花完之後我們可以聚集在一起 一起來享用不同的餐點看表演 在童花之下享有更美好的時光 今年童花季系列活動的山校童樂會 就是希望可以用齊花 巡花 花炬以及花果這四個時序 帶領參與者走進山林 透過不一樣的生活步調 創造人與環境的對話 進而找尋到內心深處的瓶頸 記者 綜合報導